醫生感覺都比我們還要想要活有小孩 每次都問我們要了嗎 就如果來的話就會很欣然接受 就有刻意在避雨嗎 沒有 都沒有刻意怎麼樣 但是如果真的來了就來了 我前一陣子天天都是11點直播唱歌啊 那每次都說你要唱歌對不對 然後我有時候就覺得說 這個時段想要陪她一下 但是她說你去唱你去唱 而且你現在都沒有8點半睡覺了 所以其實前面都有陪伴到我 對… 我最近11點演唱就是要告訴大家 其實我沒有8… 不是一定8點半睡覺 她每天8點半就睡覺了 請問8點半有什麼呼吸生活 我這8點半睡10點會起來 只是後面那一段沒有… 沒有講到 大家就以為怎麼會8點半這麼早 最近沒有了 最近幾乎… 主要你身體健康 因為她8點半就吃完飯就睡覺 她很容易會起來 胃就不舒服 那我覺得一健康早想 8點半睡覺 其實是不太正常的一個生活作者 所以才會再那個… 才會講她一下 她最近都很貼心 最近 只有最近 不是… 就是因為最近我們疫情都天天在一起嘛 然後她戲也殺青了 對… 也是有磨合啦 就是前面一定會覺得 因為之前都有拍 忙我的 她忙她的嘛 所以在家裡時間不長 但是疫情之後就變成兩個人 都要四言相忘 對… 找一些共同的嗜好囉 我覺得說她跳舞跳得很開心 其實我不喜歡跳舞 我覺得跳舞… 我不會跳 然而是我看她很喜歡 她跳完舞 她有一種很開心的感覺 結果那個舞蹈教室就送了我們20堂客 所以最近我們常常就去跳舞 所以她也陪我去練 練什麼華爾滋啊 練燒燒 但對於一個超偶冠軍 就是跟我說她不會跳舞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沒有說服力 沒有… 欸 你是不是動感歌手耶 我那時候真的是那時候節目的要求 所以我練…硬練的 她那時候應該比較像交差啦 對… 但是她說我看到你跳完舞 有那種享受的感覺 她很開心 她每次一跳完 之後有一種覺得 哇 好開心 我就覺得那我就陪你跳啊 值得 就值得陪她跳 然後她最近很喜歡種植物 對… 種什麼薄荷葉啊 九層塔啊 茉莉花啊 一般人稀日常而已啊 因為我們還沒有小孩啦 對… 對… 所以其實這波疫情我也蠻… 就是覺得… 好險我們還沒有小孩 因為我看到很多媽媽的哀嚎 就在臉書上就是… 提早放了暑假嘛 因為那時候五月就開始疫情了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哇 好險我還沒有小孩 因為如果是我 我一定還沒有準備好 我很怕沒有把小孩弄好 對 我覺得這樣很恐怖 我現在是醫生都還在給我吃 那個挑筋的藥嘛 然後醫生是有跟我說 如果你想要回來的話就告訴我 就要停藥 就要停藥 然後要… 要休養的一陣 但是醫生感覺都… 比我們還要想要我們有小孩 每次都問我們藥了嗎 沒有…沒有強求 但是…也不會覺得… 就如果來的話就會很欣然接受 對… 對… 就有刻意 刻意在避免 沒有… 都沒有刻意怎麼樣 但是如果真的來了就來 對 順其自然 對 順其自然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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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